為什麼講幸福做不到 如果過去把你講LV都做得到 為什麼你講萬安做不到 你拿了不該拿的錢 你知道這個原因在哪裡嗎 你知不知道高文哲 他的順利聲明是381億 但是你講萬安 結果大輪 把史無前例的挪用 只剩下227億 百百萬剩下的春生 267億 是高駱駛火幸福的223億 你知不知道在現在的過程中 你們來遇所有的議員 都多多多說 偷偷摘在吃講萬安的老闆 現在是誰吃誰的老闆 過去這10年來 所有的追加解決算 沒有人用中央口頭分配的 只要去講萬安 如果過去13位首載都可以做得到 你講萬安做不到 追加解決算 掉到口頭去 然後思考一下 該做的事情不錯 下一半的跟蹤不敢推 看起來市長已經準備好要當市長了嘛 蠻聚於力爭的 我覺得挺好的 好 市長我想請問一下 剛剛我們三位同仁 那個 市長可以先回去了 謝謝局長 那個 市長 請問一下 我們剛剛局處 我們三位夥伴 其實也算是李尚晚來了 先領後兵 我想問一下 市長 請問你有個人有收到 我們民眾黨四位議員 哪一位的人事請託嗎 請回答我 有沒有收到 沒有 沒有 好 謝謝 請問在座52位局處首長 有收到我們四位議員的人事請託 請舉手 包含隔壁兩邊 所有的專委 主密 還有所有的機要 現場如果有人 收到我們的人事請託 我們民眾黨團四位議員 任何一個人事請託 請舉手 有嗎 有沒有 沒有 來 畫面 畫面 市長 正直誠信是作為一個父母官 最基本的 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民眾黨團 關心市府首長 我們的52個局處 首長玄缺的事情 請問一下 貴府 貴府 發言人 嗆我們 別干預人事 困擾公務人員 請問我們干預你什麼人事 但是 我困擾了哪一個公務人員 在場有舉手 喊話 如果沒有 柯市府 蔣市府 請你跟我道歉 請你說回這句話 市長 市長 能不能道歉 能不能收回 不要拖我時間 快點 時間請暫停 在市長還沒回答之前 時間暫停 議員我知道你關心 當時我們幾位局 出手 我在問你 有沒有干預你人事 那你要不要收回 要不要跟我們道歉 還給民眾黨團一個清白 議員 如果是否 議員 回答我問你 我有沒有干預你人事 有沒有 議員沒有干預人事 好 收不收回 收不收回 這個沒有什麼討論空間 我沒有干預人事 52個局所 沒有人收到我的人事情 請問我干預你什麼人事 我困擾哪一個公務人員 回答我 時間暫停喔 遠若之前的發言 對議員 回應有不周延 要不要收回 要不要道歉 你在汙蔑台北市議員 你在汙蔑我們四位 由民意代表選出來的人 要不要道歉 遠若回應不周延 我們願意深刻的檢討 這叫不周延嗎 你這叫汙蔑我們 民眾黨團四個議員 誰跟你干預了 現場52個局處 旁邊的周圍 主秘金要誰收到 如果沒有 請你道歉 請你收回 如果做不到 那我覺得今天質詢 不用再繼續質詢了 因為你汙蔑的是台北市 民選出來的市議員 你要不要 我們民眾黨團一個交代 這個不困難吧 你剛剛已經說啦 我沒有干預你人事 為什麼可以有府方的代表 說我們干預你人事 我困擾了哪一位公務人員 市長 這個不困難吧 議員我沒有說你干預人事 也沒有跟民眾黨團 但是代表你代表台北市政府的所有民眾黨團 干預你台北市政府人事 這個東西有什麼好疑問 你在浪費我的時間 你知不知道 時間暫停 市長你沒有回答我之前 我就繼續跟你耗下去喔 你要不要收回這句話 要不要跟民眾黨團道歉 好議員 確實之前發言不周言 我們在這邊願意 團隊一起來檢討 檢討什麼 議員 發言不周言 這叫發言不周言嗎 你們的府方代表 汙蔑台北市議員耶 這叫做是你其他的府會關係嗎 是嗎 請問一下台北市政府 可以隨便汙蔑台北市議員 干預你人事嗎 在場52位首長沒有一個人收到 請問你叫做我叫干預你人事嗎 蔣市府要不要道歉 你如果做不到發言人上來替他道歉 發言人在不在 都不在嘛 好我不講了 來下一題 市長如果你這個沒有跟我回答 那我們就這個會期我們就繼續走著橋 因為你汙蔑了台灣民眾黨的議員 四位民選代表 台北市政府直接汙蔑我們干預你的人事 首長有哪一位要上來道歉的也可以 市長你說不出道歉沒有關係 你如果沒有這個肩膀 你沒有辦法扛52位首長的汙蔑的行為 那沒問題 這52位你們全部都被市長蒙上 汙蔑台北市議員的名稱 這個標籤我今天就給你們貼上 你不道歉 你剛剛也說了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好最後一分鐘 快速 市長來看一下 如果這本預算書 拿了不該拿的錢 你覺得合理嗎 好 再來 一百一十二年度的增加預算 裁員是什麼 有中央統籌分配稅 好我告訴你 一百一十年度 第十三次的普通 統籌分配款 一百一十七點九八億 好 來我們看一下我時間有限了 一百一十零 一百零四次的這個東西是哪裡來的 時間幫我暫停一下 我剩下二十七秒 你答不出來對不對 好 我直接跟你說了 馬英九 郝龍斌每一次他們的統籌分配款 八年任期來到了一百零四次 但是柯文哲只有一百零三次 如果你的稅入來源不清楚 這份預算書給我拿回去 中央財政部已經說了 第十三次撥款 對 沒有錯 但是在每一件任務 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 我完全依據相關法律 來幫你 撥在新年度的追加預算書 為什麼講事實做不到 為什麼講事實做不到 如果過去馬英九 郝龍斌都做得到 為什麼你講話案做不到 你拿了不該拿的錢 你知道這個原因在哪裡嗎 你知不知道柯文哲 他的稅計生意是三百八十一 但是你講萬安 你講事實 你乾坤大挪移 把史無前例的挪佑 只剩下兩百零十七億 你知不知道還好吧 剩下的稅計生意 兩百零十七億 是高過於口事實的兩百零三億 你知不知道在選戰的過程中 你們來運之後的議員 都通通通都說 你柯文哲在吃講萬安的老本 現在是誰吃誰的老本 你要不要給柯文哲一個公道 好 謝謝 好 還有 過去這十年來 所有的追加檢預算 沒有能用中央口頭分配 只有你講萬安 如果過去十三位首長都可以做得到 你講萬安做不到 追加檢預算要不要退回去 好好思考一下 該做的事情不做 該干的干擾不敢干 五十二位首長今天就被你農場的成績 謝謝你們 好 謝謝張宇議員